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差的前两轮记录 但是不能嘲笑太过 毕竟前两轮遭遇的对手是很罕见的 第一轮面对英超冠军曼城 第二轮面对正四强队切尔西 可以说大部分英超队伍碰到这两支球队 都要遭遇二连败 但是强队打好了 后面就是打落队了 阿森纳虽然二战机零分 下场比赛开始如果全取三分的话 还是能把这难过的是头扭转过来 说说两场比赛对阿森纳的影响 第一战打曼城输的无话可说 曼城本赛季99%的概率还是英超冠军 在英超已经没有对手了 那么输也就输了 但是输给切尔西就令人很不爽 两个队伍都是伦敦球队 同城死敌 更重要的是两个队伍是英超争四球队 最近这些年英超老牌强队争四都很困难 因为标准的强队有六支 每年都有两支球队连欧冠资格都没有 曼城 曼联 切尔西 利乌浦 阿森纳 热次 今年又是同样的剧情 曼城会一起决审独孤求败 另外五支球队争夺三个欧冠资格 输给切尔西后 阿森纳和切尔西的积分差距达到六分 这赛季 阿森纳的目标就是重返前四 因此每轮都要研究除了曼城以外的其他四支球队的积分形式 二战机零分的阿森纳 在五支争夺 欧冠资格的球队里排名最末 连赛一开始 阿森纳争四的形式就有点严峻了 好在下一个对手不会像曼城切尔西这么强大 阿森纳势必想放射吧 用一场胜利扭转士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下xo小邮收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 Bakas 微转发 miedo orpo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